我爸资助的低保护 靠着装豪门继承人 成了品学兼优的校草 他在学校造谣我对他死缠烂打 他还要求我爸 把他全家都带来北京 每人安排一份工作 我爸以为我非他不嫁 就把我嫁给他 婚后他虐待我 害我年纪轻轻就得重病 我死后看着他 带着全家 蚕食我们家集团 打我父母逼死 在睁眼 我回到了一切发生之前 他骄傲地跟全班同学说 我家新买了艘游艇 这中午我过生日 邀请大家一起去游艇上玩 全班沸腾了 我悄悄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爸 咱把游艇卖了 全给巴勒斯坦同爸 我可去他的豪门继承人 你赶紧收拾收拾 带着全家滚和老家 继续当地保护吧 王建国最帅了 这可是我们豪门的第一人脉 王少爷将来可是 紫光集团的继承人 有个继承人同学就是好 我这辈子还能上游艇玩 我在全班的欢呼声中惊醒 我发现自己重生了 我恨恨地看着前世 王少爷呢 看你长得漂亮的份上 没事可以给我们王少爷节节闷 毕竟不要白不要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 哟 你还来脾气了 王建国假惺惺的出来打圆场 大家都是同学 大家都是同学 前世我死后才知道 同学们中盛传我暗恋王建国 都是王建国自己造的谣 目的就是让我爸误以为我真喜欢他 然后把我嫁给他 最后达到夺取我家全部财产的目的 可惜我重生了 我不理他们转身就走 秦贼先秦王 等我爸下来王建国假继承人的皮 看他们还怎么咄嗦 我立马给我爸把电话 爸 爸的思考通太可怜了 被邮挺本来也没啥用 我们把他卖了 钱捐给他们吧 我爸感动了半天 说我知道同情落小了 他立马让管家去办 这次邮挺都没了 我看你带着同学们上来办生日派对 我爸资助了王建国很多年 他家是贫困山区的低保护 他很努力 小学 初中在当地成绩都十分有益 后来他上高中时 将我爸提出要来我们城市上学 因为城市的教育比农村教育好得多 我爸想了没想就同意了 我爸说他当年也是个穷小子 自己白手起家干到惊天 他看到农村孩子这么有上进心 他很欣慰 可是没过多久 他又眼泪唠唠的说自己想父母了 一想到自己在城市享福 爹妈还在山区受苦 就难受得学不进去洗 他希望我爸把他父母带来城市工作 当牛坐马都行 只要一家团圆 我爸更感动了 他说王建国自己过上好日子 还不忘自己的父母 我爸又给王建国的爸爸 安排了司机的工作 又给王建国的妈妈 安排了保姆的工作 还把王建国的舅舅找来当家里管家 这样还有谁敢小瞧他 可是我的噩梦就从这里开始 学校里的同学开始传王建国是我家未来的继承人 而我是家里保姆的女儿 我爸是穷苦出身 我开始没觉得保姆女儿有什么不好 所以就没解释 可是后来他们还说王家什么都给我最好 我还不知足 死死巴着王建国不放 我想解释 但是又不知道该跟谁解释 而且不管我怎么说 大家都不信 后来我爸也知道了这件事 他以为我真的喜欢王建国 大学还没毕业 就让我和王建国订婚 我越和我爸解释 他就越觉得我是女孩子家害羞 而且周围所有人都说我喜欢他 我爸还跟我说 闺女看人要看长远 王建国家里虽然条件不好 但是他聪明肯干 将来一定比爸爸还厉害 我无奈只能听了爸爸的话嫁给他 可我嫁给他之后 他立马原形毕露 他在人前对我百般疼爱 然后我让不断怀疑自己否定自己 最后年纪轻轻就得了不知之症 父母还觉得是我没福气 结果在我死后 王建国一把将集团夺了过来 那时候想到家里的司机 保安 大道集团的董事 全都是王建国自己家的人 我父母根本斗不过 原来他早就开始布局 先把父母带来我们家做事 再后来是舅舅 再后来就是全家 他将我父母赶出家门 让他们活活冻死在寒冷的冬日街头 他就坐在车里端着热茶 等着看我父母在他面前断气 他仰天大笑 这个贱人终于死了 还真是几气 他把我和父母 葬在离他别墅不远的地方 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我知道从一开始 你们全家就瞧不起我们 那我就让你们在这里一直看着我 看着集团 怎么在我手中发扬光大 想到我前世 因为善良而惨死的父母 我忍不住红了眼眶 王建国 这一世 就请你带着全家滚回山区 继续当地保护吧 下课回家 我就收到我爸的消息 宝贝女儿 家里的游艇已经卖了 钱我按照你的名义 全部捐给巴勒斯塔儿童基金会了 我给我爸发了个 赞赞的大拇指表情包 我表情包刚发出去 王建国的信息就发过来了 他这消息知道可真够快的 苏仪 你怎么回事 明知道我要用家里的游艇 请同学们来参加生日派对 你还把他卖了 你爸说了 让我和你享受同等待遇 我就想用了游艇都不行吗 你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 我要告诉你爸 真不要脸 那是你家吗 还要告诉我爸 你也知道他是我爸呀 手机的微信一条接着一条 全是他的发疯言论 越看越生气 索性把手机一关 眼不见心为敬 反正明天就是他生日了 我看他怎么办 第二天同学们如约而至 我也出去凑凑热闹 看看他要怎么办 结果我一出现 所有人的眼神都像小刀一样 嗖嗖的想要到零食了 这小宝母可真不懂事 游艇爱 他也敢随便上去玩 真弄坏了都不用赔的吗 让他打一辈子攻 他都赔不起吧 你看看他只高气昂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这家的小姐呢 真叫人恶心 他就是故意的 嫉妒王少爷能办 这么豪华的生日派对 他办不了 什么 我一听这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王建国竟然说 游艇是我给弄坏的 所以才导致大家玩不了 他以为那游艇说玩具游艇啊 说弄坏了就弄坏了 而且这帮人还真信了 王建国的表情有些落寞 看着大家的情绪都上来了 他委屈的不行 大家不要吵了 没关系的 只是一次生日 等游艇修好了 大家还可以来我家玩 听他这么一说 大家更是一份恬意 李天立这个小跟单 更是当仁不让 都怪这个蠢东西 坏了王少爷过生日的性质 王建国叹了口气又看向我 语气更加无奈 他们对后都喊他老公 前世在他这种暧昧不清不下 那些小民妹又觉得 我只是个保姆的女儿 大家就一起孤立我 现在这个胸巴巴的瞪着我的 就是王建国的头号脑残粉 白木 他常年以王建国女朋友自居 只要王建国前一天 和哪个女同学多说一句话 第二天他就在最后驱逐人家 说人家小小年纪 就知道勾引人 他现在气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 只得我的鼻子对我说 你妈一个保姆工女读书可不容易 你要好好念 别小小年纪就想着走迹径 我一个白眼轻蔑地翻了过去 切 然后转身就走 他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一口气别在胸腔里出不来 看着我的背影 在后面气得直到脚 王建国就是靠着豪门继承人力的人设 不就是炫富吗 我一个狗大户 我怕水窝马上就要20岁了 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 是一栋33层的摩天大厦 寓意着生生不息 这栋大厦从我18岁就开始设计图纸 建造施工 紧赶慢赶 在我生日前夕终于要竣工了 大厦的名字也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的 叫锦尼大厦 前世我还记得我生日这天 恰巧有流星划过 所以我决定生日当晚 在这栋大厦天台上 直播放烟花 等待流星 我就不信这样 还证明不了我是真千金 我在学校论坛上发布这条消息 还说可以请大家一起去现场观看 消息一发布 论坛直接炸了 这个小保姆生是疯了 还他爸爸给他盖了一栋33层的大厦 是啊 我连做梦都不敢这么梦 可也有一部分理智的同学 我查了一下这栋大厦的名字 叫锦尼大厦 苏仪的名字里也有一个一字 该不会他真是千金小姐吧 我去 不会这要巧吧 我也查了 这栋大厦还真叫锦尼大厦 吃瓜群众 等着看看就知道了 论坛管理员一看这条热度这么高 还给置顶了 甚至还搞了投票 全校只有一的人 愿意相信我才是真千金 关键的一 还有我投的一票 自从我发布这条信息后 王建国就一直恶狠狠的盯着着我 他还给我发微信说 苏仪 你就这么恨我吗 我知道你爱我 难道得不到就要毁掉吗 你现在撤回那条论坛消息 还来得及 我会尝试着喜欢你 啊 我呸 他自己造的谣 结果说多了 连他自己都信了 没眼看啊 没眼看 大家还说我在做梦 明明是他在做梦好吗 直到那天白天 同学们还是一出看不起我的样子 李天立还嚣张的对我说 你说你一个小保姆 老老实实的干保姆不好吗 非要装什么大小姐 你就等着被打脸吧 白木爷跑到我跟前来 阴阳怪气的跟我说 我跟见人说 今晚要在33层大楼上 过生日放烟花 看流星 还真是巧了 我家建国也说 今晚要带我浪漫一下 就是不知道要带人家去干嘛 行行行 多到这时候 王建国还能死鸭子嘴硬 我看他到时候要怎么解释 难不成要说 大厦被我弄坏了 还是想说 流星被我弄坏了 到了晚上 王建国带了一群人走了 而我这边只有一个人 没关系 我还带了一整个视频拍摄团队 他们已经去大厦等我了 我务必要把今天的美景 好好拍下来 到了大厦门口 我看到我的视频拍摄团队 全在门口呢 没手的人情绪有些激动 我们是苏小姐 请来直播流星生日宴的 你们凭什么拦我们 保安一脸的狗状人士 我也没办法 我只听我上级安排 他们说了 只让王少爷带着他的同学上去 别人一概不行 我一听就火了 我赶紧上前 这栋楼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凭什么听王建国的 保安的下巴都快冲天了 你爸爸 你爸爸是谁 我还想有个爸爸 送我一栋楼呢 有病就赶紧去治 别在我这下耽误时间 我真的要被气死了 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 拿着我家的钱 还敢把我拦在门外 这时王建国带着李天立 他们吓我 王建国满脸写着可怜 委屈 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 妈的 你还委屈上了 李天立好兄弟一样的 拍拍刚刚拦我的保安的肩膀 哥们辛苦了 对付这种货色 直接给嫁出去就行了 不用跟他们废话 然后又对王建国说 王少爷不是我说你 你哪里都好 就是心太软 对这个剑女人太好了 现在都蹬鼻子上脸了 你早就应该把他赶走 还有他那个当保姆的妈 上梁不正下梁歪 小奴隶没教育好 就说明这个大奴隶也不怎么样 木白上下打量我一眼 还穿着公主裙 还真以为自己是公主呀 说完 他们几个人拉着王建国就走 真是气死我了 岂有此理 后面几个摄影大哥 也开始疑惑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还拍不拍啊 不拍并金可不退啊 我立马打电话摇人 爸 开着飞机过来 我被人欺负了 我爸也听说 我被人欺负了 马上坐不住了 他要坐着飞机起跟来 我告诉他不用了 这点小事我自己就能处理 而且我家的飞机 一共也就十来个坐 我爸也来 我妈肯定也要来 再来两个保镖 再加上我这帮摄影大哥 实在太急了 大概十分钟 飞机呼啦啦的来了 声音巨大 下面的摄影大哥们 瞬间就沸腾了 我去 这飞机该不会是要接攒的吧 兄弟们别愣着了 赶紧拍啊 这种事咱一辈子也遇不到一回啊 博曹 我预感我要火了 明天头版头条 肯定是我拍的 我带着人上个飞机 这下摄影大哥们 倒显得有些拘束了 之前跟我说 拍不了不退定睛的大哥 有些干大的跟我道歉 苏大小姐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兄弟们就靠这吃饭 最近生意也不好没事 我看过你们的作品 很欣赏你们的风格 今晚好好拍 全部都有大红包 上个热搜 还有另外的奖金 大家全部站起来鼓掌 好 没说两句话 我们就到了 幸好当初设计师考虑的周到 在楼顶设计了停机坪 机长叫我 大小姐 我看停机坪上 好像有几个人 还要降落吗 我定睛一看 就是王建国带着的 那几个不知死活的小跟班 想 咱一下去 他们立马就跑了 就那几个贪生怕死的损货 还敢拦飞机 那可真是抬聚他们了 果不其然 他们看飞机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 就赶紧跑远了 飞机挺好 我们从飞机上下来 我看到王建国他们几个 尤其是木白的头发 对飞机的大风挂得像女鬼一样 我实在没憋住 扑斥一声就笑了 木白手忙脚乱的整件好头发 冲得我明显有些底气不足了 你笑什么笑 你以为你租来个飞机 我们就信你是大小姐了 李天立说话也不利索了 王少爷 你你赶紧说句话呀 我冷哼一声 我爸怕我受欺负 还给我塞来两个保镖 我让保镖把这帮扫人性的玩意 全都送到楼下去 先亮他们一段时间 我要好好拍个生日视频 我先去找烟花按钮 烟花都是我爸给我准备的 还好这帮蠢货 还没来得及放 我一按烟花按钮 天空中先是出现一朵 巨大的粉色烟花 然后又出现二十朵形状 颜色刻意的母单烟花 接着就是漫天花海的烟花 我看着我爸爸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知道他是希望 我的人生像烟花一样 旋律多姿 我暗暗发誓 这辈子一定要好好活 绝对不让我爸的公司 落在那个姓王的手里 我要让我父母安享晚年 看完烟火秀 我带着摄影大哥们都下楼了 楼下王建国那几个人 一看到我又直冷起来了 王建国还是一副不关我的事 我都是被逼无奈的表情 我甚至还看到 木白趁机发的朋友圈 说王建国跟他表白的礼物 因为他们俩个都是二十岁 所以中间是二十多米单 关键下面还全是点赞和祝福 行 我看你们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木白指着我说 苏仪 你真是太过分了 你妈保姆不好好当 去勾引家里的机长 让机长把飞机偷偷开出来 给你装逼 王建国不当特务都可惜了 这颠倒黑白的能力 可真是引流啊 李天立也不甘示弱 像你这种货色 就应该被退学 我们报警吧 机长偷偷把飞机开出来 可是独职啊 他有了暗底 学校指定就把他退学了 我可不想跟这种货色当同学 我巴不得他们报警呢 我两手抱在胸前 淡定的看着这场闹剧 行啊 当然要报警 赶紧报啊 这下王建国脸上面具终于裂开了 他着急了 别报警 这么点小事也值得报警 李天立和白木不干了 李天立说 王少爷 不能再这样纵容他了 他今天敢偷开家里的飞机 明天就敢偷集团的印章 白木也不乐意 建国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这个小保姆了吧 怎么还拦着报警呢 他都犯法了 说完立马掏出手机就要报警 王建国急眼了 一把打掉他的手机 我都说了 不能报警 白木也急了 哎呀 你干什么呀 凶什么凶 我的手机都刷话了 我不管你陪我一个最新款水果手机 我恶心的都快吐了 你们到底报不报警 你们不报我可要报了 王建国 所以你别我麻溜利索的拿出手机报警 从我回来之后 我就开始暗中收集证据 王建国的爸爸还有舅舅受贿 偷拿回扣 暗中贪钱高达三个亿 我要让他们一家 把这些钱全部吐出来 还有今天的是 王建国的爸爸利用自己的权利 给他开后门 让保安拦住我 放他们进 看来集团早已不满他们的人 还有这个王建国 竟然侮辱我妈 是可忍赎不可忍 今天我就要把新冲就恨一块报了 我还查到 这个李天丽的妈妈 也在我们集团做事 她在集团干保洁 也是王建国的爸爸给安排进去的 李天丽成天张牙舞爪的贬低我 说我是保姆跟员 看不起我 结果她是看不起她自己 更看不起自己的妈妈 你说可笑不可笑 李天丽的妈妈在集团干得不错 工作上情情绵绵的 倒是王建国的爸爸没事老骚扰她 结果李天丽成为王建国的跟班 跟着王建国一起为非作歹 好像他跟着王建国 他这也是少养 这种事报出来 我估计他也没脸在学校待下去了吧 警察知道前一后果后 马上把这些人都带走了 我爸也没想到 王建国的爸爸和舅舅能贪这么多钱 他还为王建国惋惜 哎 这孩子爸爸和舅舅如果坐牢了 那他可能就考不了公务员了 我不以为然 爸 你觉得是他考不上公务员重要 还是咱家集团被铸空了重要 我爸 哎呀 只是觉得可惜吗 大家都是山区里出来的不容易 如果不是我带他们出来 他们可能也不会这样 我 如果你不带他们出来 他们还在山区当地保护呢 还有那个王建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说自己是咱家的继承人 还造谣说我暗恋他 非他不嫁 真的往他脸上贴金 我爸火了 什么 他竟然敢造谣你 我之前听下人说你喜欢他 我还觉得不可思议 没想到竟然是他自己造的谣 我白了他一眼 是不是如果大家都这么说 你就真的会相信了 我爸挠了挠头 哎呀 咱家这么多财产将来都是你的 来你嫁给别人 我也觉得不放心 就觉得王建国是我从小看着长大了 他全家又说了咱家那么多轮回 对你应该也不会差的 别忘你那么累 可是我愿意啊 我想接手集团 然后把他做大做强 我不是一定要嫁给谁的 我爸眼中有泪花闪过 行 集团将来就给你 你现在没事就来集团 把手把手教你 当晚我的视频就上了热搜 我立马给几个摄像大哥发了奖金 我又把视频发到学校论坛上 我要狠狠打那帮人的脸 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是不信 明明就是蹭王少爷给木白的表白烟花 是啊 人家木白的朋友圈可早就发了 不过他这拍摄还挺不错的 还会运劲呢 还整个的飞机 他还挺会玩 下次可以让他帮忙剪剪视频 我真是无语了 我立马去找我爸 让他用他个人账号 帮我转发我发的视频 我爸很给力 不到五分钟就搞定 还刻意配文住宝贝女儿 二十岁生日快乐 大家终于闭嘴了 唉 自证真是太难了 我今天累了一天晚上倒头就睡 第二天去上学 我又看到王建国还有李天丽他们几个 他们也不像以前那样 被一群人前护后拥了 也没人愿意和他们挨着做了 白幕也不见了踪影 我看他昨天那条朋友圈也删了 估计是觉得太丢人 所以请假不来了吧 我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安安静静的听老师讲课 下课时 王建国和李天丽到我拦住 我还以为他俩要打我 立马做出防御姿势 自从我重生回来 我就请了最好的三大师傅跟他练习 我总感觉自己 最近武艺突飞猛进 我寻思 今天终于能实战了 我还有点小激动 结果王建国跟我小声说了句对不起 我惊呆了 不可疑似的王少爷 竟然也会跟人说对不起 我 你说什么 大点声 我没听清 王建国红的眼眶 还是那副被人妻子的样子 苏仪 对不起 可是我早晚都是要娶你的 我爸和我就将来 也是你爸爸和舅舅 你就放过他们吧 等等 怎么个事 他早晚要娶我 还天天带着个木白昭要过世 啊 不对 我是不是给他脸了 什么你爸爸 我爸爸 咱俩有关系吗 别下攀关系 还有我爸 以后就不自助你了 你拿这两块 就赶紧去拿待着吧 你胆态不敢还是吧 不还就等着老底座穿吧 说完我转身就走 李天立把我拦住了 你没让你爸开除 我妈是有什么企图 我赶紧摆手 你妈干得好好的 我为啥要开除她 我爸对你妈可没什么企图 要说有企图 那也是王建国他爸 我并发一段视频 李天立一看视频 双眼顿时血红 王建国 你们全家就不是人 李天立对着王建国 一顿狠狠输出 拳拳到肉的声音 听着可真刺激 可惜我今天是没机会了 王建国被打怕了 他威胁李天立 就算我现在落魄了 将来苏叔叔 也会把苏姨嫁给我的 到时候 你妈妈吃不了兜着走 妈的 非要给我机会是吧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一脚踹上她的肚子 然后又狠狠补了两脚 李天立一看 我也加入战局 打人就更猛了 还对我说 大小姐 我以后就跟着你了 你可别 大清早亡了 你继续吧 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了 我出门的时候 还贴心的帮他们关上门 可刚过了两天安生日子 一天大早上 我妈慌慌张张给我打电话 哭着告诉我 家里出事了 你爸被人抓走了 我本来睡得迷迷糊糊 一听这话立马惊声了 怎么回事 我妈边说边哭 王建国的爸爸进监狱后 说公司的账目有问题 警察刚刚来把你爸爸带走了 王建国还找律师告我们家 说我们家本来说好资助他上学的 结果这大学才刚独了一半 我们就不管他们了 这事还上热搜 我安慰我妈 我爸不会有事的 这些事情 我爸也都交代过我应对方法 我都能处理 让他安心 挂了电话 我立马打开热搜一看 还真是 资本家哪有好东西啊 说什么资助删去而同 根本就是在做秀 自己女儿20岁生日 提前两年 建了栋33层的大楼 但我还放了那么多烟花 转头就把资助生意脚踢开 关键是都这么有钱了 还偷税漏税 真是丧尽天良了 而且经过他们这么一闹 我家股票大跌 行了 查家里仗时 家里的税务是没问题的 我估计王建国爸爸 就是想让我爸难受 所以才故意整出来 这些妖娃子的 有大门的造势 网上的风评立马好了起来 三一呀 苏总别自助贫困生了 自助一下贫困的我吧 这哪里是自助贫困生啊 分明就是自助利同王啊 建议有关部门详查 还苏总家里的清白 要不然含了大家伙的心 还有谁敢资助他吗 就是 山区低保护 有个都是坏人 好好的一锅 汤被一块臭肉给毁了 赶紧把它揪出来 世界还是明白 事理的人多啊 税务部门很快查清楚 我爸集团的税 根本没点问题 我和我妈一块把它接了回来 相关部门还特意发了个公告 还把我爸这几年 捐款贫困山区灾区的记录 专门做了个视频说明 表扬我爸是个良心企业家 网友们都说 这才像样子 千万不能喊了良心企业家的心 我爸那几天红光满面的 一个没忍住 又捐了三个亿 王建国把家里的房子 车子全卖了 外加上存款 还差两一多 看着这些差的欠款 他惊呆了 他和妈妈细细查家里个账 发现这些年 王建国爸爸和舅舅 背着他们娘俩花天酒地 还在外面养小老婆 还不止一个 他俩气得要死 打官司和小老婆要钱 之前王建国找律师 告诉我家的是闹得太大了 有人看到他们一起去律所 几方打听下来 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大家把这些事情 全发到网上 说像这种人家 连国家低保都不配领 不过现在他们家 也确实不是低保护了 变成老赖了 王建国成了过街老鼠 再也没脸上学了 他主动退学后来的事 我也不清楚了 我只知道 我这辈子远离王建国 生活要多阳光 有多阳光 我努力学习 继承我爸的企业家精神 带着集团走出中国 走向世界